第一个是回来是哪一个日期,像Workday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日期的120天之后是哪一天 OK 那这个Networkday是 这两个日期 总共时是几天 所以Networkday回来的话是天数 几天 Workday是哪一天 OK 那特别注意就是 这两个函数呢有个共通点 第一个他会自动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也就是Workday工作日 所谓的工作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不算 就是工作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两个工作日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有国定假日 而且那个国定假日 他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个什么 比如国定假日的一个清单 他也会帮你把那些时间 扣掉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算公时的话 可以用这两个函数 反正回来是几天 Networkday 如果回来是哪一天 就Workday 所以两个其实函数 这个使用的差 这个部分的差异不大 所以我们来看 也许 Networkday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也许 来 第一个 OK 那再来 公时的话 总共工作的那个天数 那我们插入函数的地方 找到一个日期的时间 那这边的话可以找到那个Net Net Networkday 这个 OK 那这个Net应该是指的是近 就是 除掉 就是 等于是实际上你工作的天 那里面的话他总共会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参数 第1个是 按确定 哪一天开始 这一天开始 到哪一天呢 到这一天 那中间有没有是 国定假日 OK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就这一些 但是 这边有个诀窍 其实如果这些啊 你可以自己去从那个 官方网站 行政院人士行政局上面抓 他上面有公布 对不对 第1个 第2个是 特别注意 不是说那个 国定假日一定就是国定 你们公司内部休假日 比如说那一天 可能 大家要上班 但是你们公司不上班 那个也可以加在这里面 他会帮你扣掉 OK 所以这个清单的话 反正你主要是能 休假那 那个部分 就算要扣掉 然后 再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那个部分 假如说 像他已经是 礼拜 这个日期 里面已经是礼拜六 礼拜天 你也不用裂进来 为什么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本来就扣掉了嘛 你裂在这边的话 还是扣掉 所以裂在这里 没有意义啊 所以那个 所谓的国定假 是指的 就是说 那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那些区间 他可能 我们放假的话 不过呢 有个比较麻烦 就是现在还有所谓的 补价 那补价 那补价的话 你也要算是 算是立价 就是算是那个什么 要是休假日 所以 补价的部分 你要把它加进来 OK 也就是说除了礼拜六 礼拜天的其他 休假日 你也把它加到这个正列里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加进来 它会是一个正列的叙述 那也就是遇到这些天数 它会帮你自动扣掉 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帮你回来是一个 总天总统的天数 OK 那你可以去计算说呢 总共 这个工时大概需要多少天 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那如果你要算哪一天回来 你也可以 这个地方用workday 这地方当然你可以用 workday 这边 哪一天 你一样嘛 就是start day 然后几天之后呢 120天 Holiday有这些可能会有 休假日期 你把它扣掉 按个确定 哪一天 那我们就以这一天 当成是daylight 就是最后 我们要以这一天来验收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用到机会起来还蛮大的 好这个两个函数 再来综合练习部分 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的话 请各位等一下试试看 我希望做个年曆 这个年曆的做法当然有几种 第1个用函数 用什么函数来做会比较简单 那这提示里面 第1个 用刚刚讲过的 e day函数 第2个的话呢 用刚刚讲过的 曼时函数 e 曼时 对 曼时去判断 那主要我希望 当然年曆的话 做 用函数的话 那我会希望先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第1天 那每个月的第1天怎么产生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 刚刚讲讲过的 那你这边的话 你不可能自己打上去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其实相隔 刚好呢 第1个 1月跟2月的 第1天 他们刚好就相差 相差一个月嘛 所以相差一个月的话 那刚刚也用到一个 e day函数嘛 e day函数刚好就是 计算 相差几个月嘛 所以我们可以 相差一天 相差一个月啦 曼时一个月 确定 好这个时候的话 那一样的方法呢 把它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的话 刚好 它又会去对照到它 它又会对照到它 所以刚刚好 符合我们的需要 每个有没有 都帮我对照出来 不过因为 蓝宽不足啦 所以你可以什么 格式里面呢 自动调整它的什么呢 调整它的蓝宽 因为蓝宽不足 OK 阿卡把它缩小一下 也许这样 缩小一点点 OK大概 90% 好 这样子的话 每个月的第1天 都做出来了 第2个的话呢 那我如果要做什么呢 它的每个底下的每一天 那可以怎么做 等于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是 把上一天 再加1 就好了 因为它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数字嘛 对不对 一个数字 那我把这个数字加了一天之后 它就是 也是另外的数字 只是说我们格式化之后 那就刚好是下一天 就是1月2号 OK 有没有 因为它加了之后 它会对应到上面的格式 自动帮你复制下来 所以呢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假设我今天需要的 到32列 刚好 对 可是呢 我希望向右填满的时候 它会自动 帮我 但最好是 往右拉 一次 一气呵成 是最好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拉过来之后呢 哎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2月的下面 居然 出现3月 那要怎么办呢 我 我希望是 不要出现 有3月的 2月就2月嘛 3月就3月嘛 OK OK 那我如果说今天我希望 不要出现在这里 那3月份的怎么办呢 用什么方式最快 可以让它消失了 3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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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啊 但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就delete就好了 你们不用来上课了嘛 对不对 主要是要学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去人工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 你要去想想看 判断 有没有 如果什么问题发生了 就是他的下一天跟他的上一天的月份不相同 的话 就不要让他显示 OK 那逻辑怎么下 应该前面刚好上个礼拜讲的 也就是说呢 if if什么这个可以先剪下来 我前面有讲过嘛 有没有上个礼拜的课程 所以上个礼拜的逻辑非常重要 因为你逻辑如果不好的人 其实在做很多事情都是障碍 对 可以懂 很多很简单的东西 可能我要再解释很久 他还是 不通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已经通了 可能我自己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要反思一下 我到底讲的会不会太难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很直觉的东西 在很多同学 听起来都觉得 好像 少了什么东西 不过 也许这个东西 也是因为 你们反馈给我了 所以我也知道 有些东西 我要再讲多一点点 所以有些 为什么我后来 我觉得应该越上 越符合大家的需求 原因其实主要也是 你们回馈给我的 OK 可能我觉得那是应该 知道的东西 但是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 那是很难的东西 OK 当然这地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 剪下来之后 有没有 如果要下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一定是什么 就是 逻辑函数里面 对不对 if什么呢 if OK 那这个逻辑该怎么下呢 就曼死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我们用曼死 这个函数怎么样 刮虎一下 去判断上一个日期 的曼死 的曼死 有没有 跟下一个 下一个是A2加1 如果他们两个月份 不相等的话 不相等于是这样子 不相等应该怎么表示呢 不相等 OK 特别是有 在VBA里面 或者是说在 Excel里面 都是这样 小于大于 这个叫做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曼死 然后呢 把A2加1打上去 或者贴回去 也可以 如果说呢 他上面一个储存格 跟加了1之后的 储存格里面的值 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做什么事呢 就不要输出 那不输出给什么东西呢 其实不是空下来 是给什么 空置串 OK 你记得这个东西吧 应该有印象 前面好像VBA里面有用到 没有东西就是这个 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那如果 反之意思是 两个月份相等的话 那还是怎么样 A2加1嘛 所以刚刚我是把A2加1减下来 贴的到这边 再贴到这边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逻辑通了之后 做很多事情 真的都非常简单 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好来看一下 按确定之后 好你会发现 当然 第一个月份不会影响 因为1月到31天都不会有事 可是到2月呢 比较容易发生事情 因为2月只有28天 所以他3月1号呢 有没有发现 3月1号不见了 可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来了 因为呢 我们比对的是曼时 可是里面是空的 那空的 你给他空的 当然他会告诉你说 Value 这个Value的错误 仅Value 使得是说 你给我的资料不对 你为什么会给我不对的资料 叫我判断呢 你 OK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当然你要跟他讲说 抱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OK 那 所以其实他是 其实有时候想象一下 他还是有点感情的 他平常还是给你一个反应 告诉你说 你这做错了 其实都有嘛 你知道看得懂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从细节里面观察 他的变化 你 人也是一样嘛 有时候人家不开心的时候 你要真的要看得出来 像我是经常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常常都会奇怪 过一段时间 感觉好像 气氛不太对了 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忘了一些事情吧 所以 所以有些慢慢还要学会 这些一些细节 那问题是 你做错怎么办 没有关系 就是要去修正 那怎么修正 一样回到这边 再来的话 特别之后 还是一样再做一次 如果你看到那个Value的错误 那表示说 你再把它剪下 你可以用逻辑函数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如果发生错误 那你就 把它 改成 没有东西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 在逻辑函数的 if的下面 刚刚好会有个if l是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就一样给空字串 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发生 你不要告诉我 意思是说 当成没这回事 就是没有错误的意思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按确定 把刚刚的东西贴回去 这个是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做这个 如果不正常的话呢 那就把它 丢一个空字串 给它 应该可以懂那个 逻辑 OK 就忽略掉它就对了 OK按确定 好啊其他 当然其他都正常的没事 可是呢 如果发生错误的地方呢 拉过来 放开 有没有掠过了吧 对不对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大胆的呢 把它从头拉到尾了 放开 全部产生完毕 OK 所以其实 做粘力 主要不是要你 一个一个慢慢做 而不是 就是说 那如果我希望一次 从头到尾的话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只是说这个动作还蛮多的 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把什么呢 每个月的第1天 先产生 用哪个函数呢 用 一带函数 OK所以等一下 请各位就是 向右拉 用一带函数 第2个呢 我分了几个阶段 总共会有3个阶段 第1个是 A2加1 第2个是 if 外面包一下 跟他上一个 上一个除尘格比对一下 是不是在同一个月份 第3个是 if 如果发生value的错误的话 那就给一个空词吧 OK 请各位 宣试一下年历的部分 那年历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呢 第2个问题是 请各位 把 这里面的 例假日 用不同的颜色标起来 比如说礼拜六 给一个颜色 礼拜天 给一个颜色 那怎么办呢 你当然不可能一个慢慢填吧 有没有什么 比较快的方法 OK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 所以 很多复杂的逻辑判断 通常都是 一步一步的完成 当然通常不会是一次就做完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那个综合练习里面的年历 那前面我们当然有练习那个 Workdays Networkdays 跟那个Workdays 这两个函数 那再来就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里面最重要就是练习 Eday函数 产生每个月的第1天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 逻辑判断 里面 逻辑判断里面的if if里面呢 判断那个 是不是同个月份 你的资料上一个除辰格跟下一个除辰格是不是在同个月份 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就是 照正常输出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要输出 OK试试看